3年 森葉你好 今次特意飛回香港做活動 好像很久沒在香港 是啊 我覺得 由我的兒子出生到現在 差不多兩年多 快要三年時間 沒來香港公開場合 和大家見面 所以今次 真的是很開心 因為我很想念香港 我覺得香港不是很大的變化 基本上由我開始來香港住 香港已經是一個發展得非常繁榮的城市 對我來說 我回到香港也是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因為我在香港住了五年 我老公也是香港人 今天有很多好朋友都在這裏 所以我每一次都會說 我是說我回來香港 不是去香港 因為我回來這裏 都覺得好像回到一個家的感覺 回到香港會不會希望 你有機會留多些在香港工作或者拍戲 我當然希望 如果有機會回來拍戲 因為我好像是今年 我今年在馬來西亞拍了一部戲 不過是馬來西亞本地的戲 我也希望我可以回到香港 或者去台灣 拍多些不同的戲 跟大家分享 但會不會有什麼提出 你遲開見解 或是想試一下 很多提出的事情 我經常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沒有人找我拍戲劇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見鬼 那個鬼片的形象太深刻 所以沒有人相信我可以搞笑 其實我可以的 所以我最想就是做喜劇 因為每一次好像我拍的戲都很沉重 做的過程中又好像很辛苦 好像我今次在馬來西亞拍又是這樣 所以我經常在求有一天有個導演 肯給我一次機會 可以來拍喜劇 開開心心拍完這部戲 但喜劇多數要醜化 你接不接受到嗎 我沒有所謂的 如果劇本好角色可以發揮 你叫我做什麼都可以 真的可以 一定是 因為我很喜歡聖誕節 我很早 基本上是過了Halloween的第二天 我就快點佈置家 因為我覺得很難得可以佈置 反正你佈置了 可以佈置久一點 所以很早就把整間家製造 好像很有Christmas的氣氛 應該是24日那天 全家一起慶祝 那聖誕節會不會帶孩子出去 不會 聖誕節 我們一向都是在家 在家一起享用聖誕餐 反正是會約朋友來家 一起跨年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在家煮東西 所以有些節日的時候 我很珍惜這個節日 可以煮大餐給大家吃 會不會兒子都叫他幫忙做一些簡單的事 會 我兒子已經兩歲多了 很忙的他們 每天都 每天都跟我說 媽媽我真的工作 因為他經常見到我們很忙 所以他又學我們很忙 所以我好像佈置聖誕樹的時候 他們就會過來幫忙 是的 為什麼他們這麼小的美術天分都很喜歡 他們喜歡畫畫 兩個都很喜歡畫畫 很小的時候 我就被他們成地地在這裡畫 所以他們每個禮拜都有畫畫 我可以照顧他是在這裡畫畫畫畫 不太好 那個人是在這裡畫畫畫 所以我們當然會和很多人在一起 他們想做一些 你真是的 很累